今天不给老宋做饭了 用长在仙人掌上的腌制虫给婆婆做点口红吧 取下来的腌制虫放进烤箱烘烤 烤成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把烧焦的小虫研磨成粉 磨好倒进热水里搅拌均匀哦 过滤出小渣渣 老规矩用咖啡滤纸哦 滤好的红色液体大火煮沸 蒸发掉多余的水分 我们就可以得到超级漂亮的色素泥啦 烤箱烘干扔进石就 研磨成细腻的粉就是色素粉啦 起锅来几滴山茶油 放一块去年给婆婆做的纯天然风辣 融化后滴点维生素液 我们再把腌制虫粉倒进去搅拌均匀 倒进口红模具就可以啦 是不是很简单呀 婆婆最爱纯天然 这次的口红婆婆一定很满意呢 腌制虫口红就做好啦 现在要给婆婆送去啦 希望婆婆可以用得开心哦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 咯唐 咯 咯